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已經往花 從花蓮要往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青盆大雨 真的是青盆大雨喔 你看雨刷 酷臂的雨刷已經刷到最大 但還是這樣看不清楚 青盆大雨 從旁邊是看不太出來 但正面真的很恐怖 前方有固定測速照相 限速50公里 400公尺 如願幫庫米洗了個澡 有有有有 超誇張 剛剛那個青盆大雨跟現在 就是一線之隔而已 真的就是一線 就是走過去一秒鐘 突然從青盆大雨變成現在這樣 陽光普照 馬上就熟掉了 馬上一秒鐘的時間不誇張 我們整個嚇傻了 這就是所謂的地形雨嗎 我也不知道耶 總之真的就是過一條線 就變成這麼漂亮 這麼清澈 準備出去囉 這就是蘇花蓋 鼎鼎大名的蘇花蓋 台九線 準備出去囉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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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嘍 以滿足寬限速度秒數 區間終點 通過 這是一個輾轉奔波了三個小時 才找到東西吃的可憐故事 我們從12點半出來的時候 因為只有吃了簡單單的甜點 所以肚子一直覺得想要吃飯 這樣東西 所以上網去查到一個 希拉岸城堡美食工廠 看起來呢 又大又好停車又有 減餐的飯可以吃 那我們冒著大雨 到了希拉岸城堡之後 發現根本沒有什麼城堡 只有一般的人家 而且是在很小的巷子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開車進去 又很艱難的倒車出來之後 立馬又查到了第二間 就是叫白米木裔客棧 看起來也是一個有減餐有飯的地方 那當我們用一個小時去車的時間 到達了白米之後 發現也沒有什麼客棧 只有一個白米木機館 看起來是一個手作展覽的地方 那我們進去問之後 才發現木裔客棧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已經直接預約客了 那當我們踏著疲憊的身軀出來之後 覺得算了不要查了 就是沿路看到有什麼吃的 就進去吃 也不要再堅持一定要吃飯了 然後呢就一路上發現 每一家店都是關門的 因為那個時候大概已經三點多了 所有的小吃攤也都已經關門了 那一直我們一路開到了 南方澳那時候已經三點半了 然後終於呢找到一間鮮魚湯 然後終於進去吃了 然後我們非常的感謝阿芬 阿芬救了我們 那裡面呢就是每樣東西 鍋皮炒飯 然後湯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非常感謝這次旅程呢 阿芬救了我們可憐的兩個人